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爸 好 您怎么样啊 身体还好吗 我还好 到年纪了 总有点小问题 不过还好 没什么大事 你怎么样 你在唐人公司 看适应吧 挺适应的 我每天都很努力的在工作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 那就好 工作上要好好表现 但是身体要当心 特别是早饭一定要吃 听到没有 嗯 本来想来看你的 就我唐人说 你现在刚上手 有点压力 那我就听他的 下回再来 别 别啊 我这头正忙着呢 我到时候自己找空回去看你行吗 好吧 嗯 那抱抱重 你还能瞒多久吗 还能瞒多久吗 我到上海都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你还习惯吗 刚开始有些话听不太懂 可是后来慢慢就听习惯了 例如我们讲公车 爹地和阿姨会讲公交车 还有呢 比较好玩的是 没习惯这边讲一次性筷子 优落乳是讲酸奶 很多我都听习惯了 妈妈呢 你俩跟妈妈生活很习惯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没有从小 从小 毛豆会说 我妈妈从小就爱管我 小悠会说 我妈从小就会买很多玩具 给我 可是我和阿姨都没有从小 像我和老爸就有很多从小啊 从小老爸就会教我游泳 然后陪我打排球 爹地也有从小 但你从小就会教我折衣服 跟做围绕 那 那 那你有没有想过 再过几年 你跟妈妈就有从小啊 可能当你十几岁的时候 你就跟你同学说 我妈妈从小就逼我要穿裙子 我妈从小就比我摔这个啊 摔那个啊 摔那个啊 嗯 嗯 好 差不多了 好快点黑了 我们回家吃饭吧 好 大姐 不进去吃好菜 来 来 给我吧 嗯 吃饱了 还能吃一下饭呢 可以呀 可以吗 嗯 东西官 你这是干啥呀 这灯坏了 我把动靠换一下 你 你小心点啊 我帮你吧 哦 行 哎 你们帮我扶一下 哦 慢点 慢点 给 怎么了 我没 没灯泡 你等一下 不行 我在这里 这儿就会调�我 来吧 saint 来吧 好嘞 好了 大功告成 一直想谢谢你呢 上次你帮忙 左先生已经帮我同学 他肯定订好房了 没关系了 左先生那个民宿 会住得特别舒服的 对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你不仅是一个很对古董家具有研究的人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空间画画师 你过奖了 那个我家就特别的乱 东西到处乱放 毛豆那玩具地板上全都是 你什么时候有天 上我家给我规画规画呗 其实那没关系 这个乱啊 也能反映出这个主人的性格 说明他很热情 而且也很怀旧 因为他怀旧呢 所以他就舍不得扔东西 所以家里东西越多越多 所以就乱了 对对对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上我家帮我规划规划呗 改天吧 改天吧 我先上去了 别改天了 就今天吧 我着急啊 不着急 不着急 不行你不着急 我着急啊 小猫 怎么了你 昨晚睡在沙发上了 可能落转了吧 不过你这个 歪脖子的造型还蛮可爱的 没办法啊 一时半会儿突然直不起来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啊 就因为这个肩脊血不循环导致的 你拿那个吹风机的暖风吹一吹 打通血脉立马就能好 好 小猫 下午要是还疼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骨科医生 开一个松弛肌肉紧张的药就好了 嗯 说的有道理 哎呀 原来啊我也得过这种毛病 记得以后有病去看医生 哎 我是唐倩倩 你怎么老挤对我 唐倩 拜托 你们两天是狗 哎 哎 哎 什么 这个又什么 哈 哈 布莱伦排棒棒糖 不仅活血滑鱼 还很好吃 嘶 嘶 谢谢啊 啊 一点就痛 哈哈哈 感觉好像还不错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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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跟我幼儿园的水平差不多 陶总 你不是早就下班了吗 对啊 我出去吃吃饭喝喝咖啡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回来了 出去吃吃饭 喝咖啡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你不是该回家了吗 傻瓜 你觉得总经理那么好当啊 我日理万机 千头万 对了 你猜猜看 我为什么又回来了 你是喜欢在 安静的办公室工作 不 难道是 你在等大家都下班了 你早回来加班 我知道了 你是担心如果你在的话 大家都不敢走了 是吧 不得不说 你还真是一个 为下属着想的好领导 谢谢 谢谢 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林小萌董事长 为我颁发这个 中国好领导奖 我会再接再厉的 那个中国好员工 你在画什么呢 你看不着 我瞎 我已经压厚了 你装什么急啊 是我自己想赶出来的 趁着还有灵感 老板那一会儿你画完了 我又送你回家 那别啊 你别等我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这儿还要忙一阵子 听谁的 你老板我老板 你别等我了 老板 一会儿我开车 在下头等你 你